現在特徵指說有可能六月底最晚七月 二次經改跟機密外交它是要起訴的 今天突然有些好消息都跑出來了 美國有進度 說日本這邊也有人到調查局去檢舉 有些進度也出來了 甚至現在傳出來 連澳洲可能都有一些狀況可以去追清楚了 澳洲我不知道我沒辦法回答 但我還是回答美國的問題 這一次馬英祖總統從中美洲回來經過西雅圖的時候 我們知道西雅圖都是春天的時候是毛毛細雨 這個沈大友從中美回來吃飽 全年都是 不是只是吃飽 好 全年都是 但是博瑞光在跟馬總統說 意有說是說 台美關係見到大陽光 這是雙關語 要不然講外交 要不然講台美互助 其實應於雙關 為什麼這麼說 剛好驗證 陳姓與陳志忠在美國的縱戶 這樣會不會凍結 其實是三年半前我第一次揭發 他成家在海外上戶的時候 因為大家不一定注意國際新聞 同時間 智利的前總統叫做Pinochet 在美國的銀行被凍結 他甚至被引渡回智利 被判終身監禁 無期徒刑 但是因為他是軍人最後 你要軟禁 這是美國跟智利的台美互助合作 我們到今天三年半 同樣一件事 智利是馬上處理 我們因為陳水扁當政 民進黨的坦負 三年半才開始做 沒關係 晚了 晚了三年半也可以做 我希望馬英九政府 既然宣示4月8號 7月8號 我覺得這個台美互助指標有一個很重要 什麼時候引渡黃黃燕 請馬政府馬上化為行動 不困難嘛 柏瑞剛都已經說台美關係出現大陽光了 同樣的我再講個故事 南韓前總統盧泰宇 他是被貪毒罪 本來判處死刑 後來無期徒刑 後來特赦 知道盧泰宇花了多少年嗎 南韓檢查系統花了12年 才查出盧泰宇前總統在海外賬物有70億新台幣 所以這是個很浩大的工程 因為坦白講 今天一周開始所揭露 我認為是手還是有限的 所以要準備 就像美國水門事件是既痛苦又隆藏的夢魘 不要認為馬上可以判案 但是如果我們當初像智利政府 從而跟美國合作的話 就像南韓政府檢查系統 花工夫妻檢查的話 都是可以真相大白的 我很期許 除幣是馬政府的最重要的政見 請你落實到底 這個澳洲的部分 這個其實大概就是李慧芬在他那本書 當然除了口頭上 他曾經說過以外 就是一本書裡面描繪得非常清楚的 一定要特政主都不應付 特政主說可以去查了 對 這個就表示已經有眉目 因為涉及到的一兩位幫他忙的人還在台灣 最重要的關鍵在這裡 那只要特政主願意去查 相關的人還有在台灣的 所以他應該可以去征訊得到的 重點不在於 因為我們只能指於間接轉述嘛 那重點在於從這些例子 可以確認的一點 絕非現在所發現的 二十一二十三億的資產 是屬於貶價資產 換句話說做個平民生活 好像覺得我們都已經征訊的那些 凡是我認為現在被找出來的 相對於現在特政主還想要找的 應該比例差別還是蠻大的 所以美國不是要辭職之後他們去啊 可是日本也可以去對不對 就我們乾脆預告一下好了 下一波應該是大華超市的一些問題 在美國的話下一波應該是大華超市的問題 我在這邊我澄清一下 就是說 陳志忠他不是投資大華超市 他跟大華超市之間的 應該是廠房租認關係 這是大華超市 這個內部的一個人 他回到台灣他跟我講 他說我們都搞錯方向 說陳志忠經營大華超市 他說沒有這回事 但是但是他就是說他透過了租認的方式 這種租認方式到底是一個怎麼樣 特政主要查 我現在講到澳洲 各位不要小看澳洲 除了當事者兩三個他還在台灣以外 澳洲的錢從什麼地方進去的 各位想想看 不是從香港不是從東南亞 日本 日本錢從 就從日本進去 那我跟就是說洗錢案爆發 因為日本這一塊沒有凍結 如果我有說錯的話 希望陳志忠先生告我 八千萬美金 這個八千萬美金 他大概去美國的那個 像螞蟻搬磚的那個 日本的朋友跟我講 大概不會超過美金五百萬 那其他這八千萬 也沒到瑞士去 這八千萬 這個五百萬裡面 有些錢到瑞士 有些錢去美國 但是這個八千萬大部分的資產 是向澳洲 澳洲的模式 那也是類似於大華超市 但是他那種超市是有控股的 跟大華超市這一點不一樣 如果我有說錯的話 我願意接受沈大佬的檢驗 對不對 對